總商者和解 接下來就是由李廠龍化工 作為代表 作為我們這三方的代表 去跟避難者家屬簽訂這個和解 那和解金額是1200萬 最遲以4年之內必須要清場完畢 那整個簽約的期間剛剛已經有 中商者和解現在有 中商者現在初步就說 一開始當然想說一起談 但老闆說後來發現 中商者部分不想像 困難跟不長太多 因為李廠龍的部分可能一個金額 三十二可能有金額 但是中商者部分可能六十五